好,这边有位叫Patricia的网友说,朋友告诉他说这个腺菜里面有大量的草酸,所以最好要过水再炒,这样是真的吗?菠菜是不是也要过水? 菠菜,是汉菜吧,红色的那个吗? 那个汉嘛,是一个草子头一个箭子吗? 草子头一个箭子,对,那叫汉嘛,是菠菜啊,它是有草酸,但是如果你过水就不好吃了,然后我建议呢,就是说你可以过一下水,但是要飞快飞快五秒钟下去静一下,然后起来就用油炒,但是呢,去草酸, 草酸还有一个办法,因为汉菜最符一样东西,要非常非常量很大的大蒜 哦,大蒜,哦对,所以这道菜都有大蒜 不要吃那道菜,就不要炒那个汉菜,那个汉菜就不要吃那个东西 对,哦,原来如此,菠菜也是,菠菜也是,菠菜已经应该过一下水,但是我建议大家也是飞水不要超过七、八秒钟,然后烫一烫,然后马上拿起来,然后我们去掉了那个里边的草酸,包括什么呢? 我们要过水的几个菜,一个是这个菠菜,一个是汉菜,一个是我们喜欢吃的春芽,春芽一定要过水,因为有毒素,对,就是那个春芽,对,还有就是什么呢?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芥兰,哦,那我们说的那个broccoli,就是,哦,那个对西兰花也是一定要过水,是,这些都是应该先过水的,还有,OK 好,OK